小弟, 大家好, 大家好 小弟剛才從互聯網上觀察到 校日成笑亂談出席嘉賓 本來我很尊重, 但好像其中有一位 極度問題人物, 傅振忠 小弟覺得應該有所保留 香港電台是否白痴, 要聘請一個 精神有問題吸毒, 傅振忠 有智障病歷人士 聘請到城市涅潭座位上 發表言論做一個直信嘉賓 可以聘請一些精神病患者 到城市涅潭座位上 發表言論 對香港的眉官 有所分析, 我都很尊重 這些精神病患者 都大部分康復 我都很尊重 我都很尊重 尊重 但是若然鄭之鋒招聘副鎮中往城市論壇 做直上嘉賓說 我請問全香港市民是白癡 就是會搞到全香港市民鄭大班上身 來評擊這個香港廢物 我相信若然參與遊行示威 都曾經有所留意 愛護香港力量一派附鎮中 做爛投卒 宣傳如何保衛香港 宣傳港人如何愛國愛港 敬請你們留意 現在的香港已經是一個沉淪的都市 香港的公務員大部分要向中國共產黨妥協 我相信全世界都不是白癡 何況現在的香港電台已經是個攔攤子 有一部分行政運作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干預 何況今次的城市論壇 節目主持人謝智峰 今次附鎮中 優待附鎮中 上場發表言論 若然 今次附鎮中是有備而戰的 幕下軍師教授 指導他如何表達不會得罪全香港市民 這個我自己可以接受 但是若然 如果今次附鎮中 被邀請上 城市論壇 發表偉論的話 只要做一個六葉王 來侵托 其他嘉賓的優越感的話 我勸勸附鎮中閣下 不要再 賜上台出醜 因為閣下的 處事方法 表達模式 對社會的 偏激批評的話 我相信 如果附鎮中 越是激進的話 就是 中了其他 受過專業教育嘉賓的詭計 所以我勸勸 謝智峰 應該好好管理附鎮中 若然後日上台 他只不過做一個 發洩的破壞者的話 我相信全香港市民 一定杯葛城市論壇 就是這副 拉起華雅 到香港電台 集體抗議 多謝各位